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的8月29号,星期四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这两天中国这边的一个热点事件 就是最近中国有好几个地方的政府成立了杂锅卖铁专班 实际就是杂锅卖铁的一个专门的机构 那么他为什么要搞这个杂锅卖铁的这样的机构呢 就是要盘活政府手上的资金 然后帮助政府呢度过现在的困难 这个事啊让人听着很有意思 首先这个杂锅卖铁这个说法就让人们浮想连篇 那么人们首先就会想到一个政府都要杂锅卖铁了 可见这个政府呀已经穷到什么地步了 然后紧接着就会想呀 他杂的是谁的锅卖的是谁的铁 这个有没有作用呢 对不对 因为杂锅卖铁的这个出处呢 就是1958年大电钢铁的时候呢 中共在那胡搞 最后这个杂锅卖铁呢 就成了一个笑话 是一个没有结果的事情呀 而且是给全中国呢带来的巨大的灾难啊 那么一些常年生活在海外的人啊 或者是年轻人啊 可能不太清楚杂锅卖铁的这个出处 这个杂锅卖铁啊 这是个新成语啊 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出现的一个成语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啊 他是在1958年的时候 毛泽东呢 这个头脑发热 他想超英赶美 那么怎么样超越英国跟赶上美国呢 就是以这个钢铁的产量 当时这个全世界啊 通行的就是工业越发达的国家 这个钢产量越多嘛 所以在全国上下呢 就掀起了大量钢铁这样一个运动吧 那么当时中共制定的计划呢 好像是五年超越英国 十年赶上美国 然后把每年这个钢产量计划啊 都分解下去了 分解下去那一看 光依靠那几个钢铁厂 那明显是不行嘛 那就是发动民间力量 突发上马 就是我们全国各地啊 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炼钢运动 不相信这个钢产量呀 不能超英赶美 当时可是在全国呀 掀起了一个巨大的运动啊 这个大家现在想想 非常的可笑 因为炼钢 那也是一个专业的技术国 谁知道砸炼钢 对不对 所以当这个大炼钢铁的任务啊 分解到各个单位去以后 那就是胡植 就是各单位 有条件的没有条件的 都是自己啊 建一个小高炉 然后呢就开始炼钢 那么有条件的地方 董藏件的地方呢 人家呢就是拿来这个矿石啊 土法炼钢 但是更多的地方呢 就没有炼钢的这个经验 也不知道这个钢咋炼 那么这个任务咋完成呢 这就发明出了砸锅炼链铁 就是把老百姓家里头的锅呀 蓬蓬关关呀 只要带铁的全都收回去 然后放到这个锅炉里头炼 这个你想慌不慌疼 那你就是正规炼出来的铁 那也是用它造这个锅腕瓢盆嘛 你现在把这个成品的铁制品 再拿回去回头才炼成铁 你说这个是不是反制呀 而且那个土法炼钢呢 它炼出来的就是那个生铁疙瘩 根本都用不成 这个大炼钢铁这个事啊 我没有经历过 那我父亲那一代啊 那可是经历过 而且我们家呢 是一个受害者 因为当时炼钢这个锅炼呀 就架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 因为我们家是当地最大的一个大户嘛 然后炼钢需要柴火 那个时候哪有那么多煤炭呢 对不对 所以就砍树 把那个旁边山坡上的树呀 这个村庄里头的树啊 全部都砍完 然后过来炼钢 这还不够 最后就拆房子 把我们家那几院子房子啊 全都拆完了 把房梁的门窗的窗户呢 都拿去炼铁 最后呢 也没有炼出来 搞的是一地鸡毛 最后呢是折腾了一圈 该砍的树也砍了 该拆的房子也拆了 该砸的锅 该收的铁也都收了 最后也没有炼出来 这个事情呢 也就不了了之了 跟现在中国搞的这个烂尾工程啊 那是一回事 就是这个大炼钢铁啊 就是把那个铁放到锅里头煮 然后这是煮了多少天呀 这个铁呢就是炼不出来 结果有一天呢是这个福贵值班 福贵呢 由于白天干活比较累 在他值班的时候呢 他就睡着了 睡着以后到半夜呢 他本来还添水 他没有添水 这个时候这个火呀 在不停地烧 就把那个锅呀给烧裂了 水也给跑完了 然后在高温的作用下啊 把那些废铁呢 终于炼成了一坨生铁 最后他们就扛着这个生铁呀 到县里头去报工去了 这就是他们炼出来的那块铁呀 你想想荒唐不荒唐 首先用这个砸锅炼铁这个词 这就不是一个好兆头 就跟我当年评这个习近平啊 他说中国这个经济呀 要腾龙换鸟 我当时一听这个词 我就说这完蛋了 这肯定完蛋了 因为中国很多地方说 你是个鸟的时候 这明显是一个贬义词嘛 对不对 而且你腾龙换鸟 是个什么概念呢 你有可能龙换了 鸟死了 或者鸟飞走了 对不对 那么结果呢 也是江太公一语成车 腾龙换鸟 所谓的什么供给侧 全都是失败而告终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文件啊 这次这个文件是 重庆市碧山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发的 他的这个文件叫 重庆市碧山区 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成立 重庆市碧山区 砸锅卖铁 工作专班的通知 他这个通知里头说 为贯彻落实市委 六届四次会议部署 推动改革任务 落实落地 按照重庆市 碧山区推动国有资产盘活工作方案 相关要求 经市政府研究决定成立 重庆市碧山区 砸锅卖铁工作专班 并明确职责分工和要求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然后他有这个通知的副业啊 那么我们从这个文件就能看到 这是一个政府的正规通知 而且成立了专门的机构 那么他的任务啊 就是盘活这个国有资产呀 这个让这个当地政府吗 渡过难关吗 你想这个政府已经困难到 要砸锅卖铁了 所以他的困难啊 是可想而知的 据网上有人介绍呀 当这个碧山区政府的负债呢 可能有成百亿 那么你想想 他砸锅卖铁 能把这个债务化解吗 这个肯定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各地政府 为什么要成立砸锅卖铁办公室呢 那么我呀 从这个网上介绍的情况啊 我是这样来看待这个事情的 首先砸锅卖铁这个词呀 是我们习近平讲出来的 他在2023年的时候 在国务院的一次内部会议上 就说了 为了化解这个地方债务 使这个政府渡过难关呢 我们要拿出砸锅卖铁的精神 这是他亲自讲的 因为习近平的这个语言能力啊 大家要知道啊 他的水平啊 不会超过一个大队书记的 他经常会讲一些这个农村的豪狠语言 你比方说他前两年说的那个 撸起袖子加油干 对不对 那完全是一种农村农民式的用语 但是呢 他就冠面堂皇了呢 进了现在中共的庙堂呀 所以砸锅卖铁这样一个具有贬义的词 习近平呢 居然把它用来指导工作 这个首先我们能看到啊 这样一个带有贬义的词 他能在政府部门大量的使用 最初的使用者是习近平 所以大家从这呢 就能理解这个词 为什么底下的干部要用 那么第二个我们要看到 政府为什么要成立一个砸锅卖铁专班呢 这个实际我们要看到当地政府官员的心态 实际各地的官员呀 现在也急了 面对这种庞大的债务 中央没有转移支付 他们根本都解决不了 但是他们又面对了上面的压力 那么怎么办呢 对不对 这个时候就要表决心 做样子 就是让上面的领导看到呀 我们已经使出了最大的劲 用尽了各种办法 包括砸锅卖铁的办法 但是这个债务呀 还是化解不了 那你看这怎么办吧 实际也是一种摆烂的姿态 他们也想用那种砸锅卖铁的 卖铲式的方法呢 来给底下的老百姓看嘛 让老百姓看到 我们也尽了这么大的努力了 这个债务呀 我们确实化解不了 这个困难呀 也确实克服不了 那该参员就参员 该精简就精简 我觉得这个啊 是最重要的 就是他们为了 拜托他们的责任 实际能不能解决这个困难呢 你想 已经到了砸锅卖铁的程度 这个困难 他能解决吗 根本解决不了 这一切都是作秀 我觉得他们找到砸锅卖铁 这个点呀 也是非常高明的 是动了大大的脑子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最早提出砸锅卖铁的是哪呢 是青海的德令哈士 他在2023年的时候 就印发了 严格落实砸锅卖铁 要求的方案的通知 就是习近平内部讲话 完了以后 他们就做出了这个行动 相当于是 响应习近平的号召嘛 不管最后的结果是啥 那我是没有犯路线错误吗 我是紧跟习主席的步伐吗 这就是中国官员的高明之处 就是你在一头猪面前 你要表现的比那个猪呀 还要蠢 习近平说我们要砸锅卖铁 那底下就实际喊 我们要砸锅卖铁 而且我们要落到实处 那么砸锅卖铁有没有用呢 我这两天在找资料的时候呀 看到国内的一篇网文啊 他基本上把这个情况呢 给大家就分析的差不多了 后面呢 我们把他这个文章呢 来分享一下 这个文章的题目是 当一座城市决定砸锅卖铁 那么这个作者是谁呢 也不知道 这个是404文库里头的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写道啊 有个困扰我多年的问题 明明一口完整的锅 比一堆废铁要值钱的多 为什么陷入困境的人 不卖锅 却要砸锅卖铁呢 直到今天 我看到好几座城市 成立了砸锅卖铁工作专班 下发了砸锅卖铁红头文件 我终于明白到这个词的精髓了 滋水也要砸锅卖铁 很显然是有其他原因的 第一 铁锅不是什么优质资产 很显然并不容易卖出去 砸成废铁 反而能快速换到一些零钱 地方政府困难是真的 债务多也是真的 但地方政府手上独家资产 和优质资产多也是真的 再困难的地方政府 后院也总有几只下精淡的鹅 例如采矿权 比如优质地段的国有物业 这些真正好卖 却能卖出大价钱的优质资产 他们是舍不得卖给民企的 所以真正拿出来换钱的 就是那些本身没有多大市场吸引力 价值也不太高的政府资产 甚至是本身还需要往里贴钱 抢救的并危资产 这些资产作为完整的锅 直接卖不容易脱手 砸成废铁 建卖出去才有点机会 这个过程中 经手的人呢 还有机会沾点油水 看看 我觉得这个讲的很到位了 第二 砸锅卖铁最重要的 不是卖出多少钱 而是做个姿态 给上面和下面看 相对于动辄数百亿的 债务缺口来说 砸锅卖铁出售一些 国有的零碎资产 清退几个没有背景的合同工 是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的 能凑足利息就算不错了 那既然不顶用 既然与大局无补 为啥还要费劲折腾呢 其实 还是扶贫攻坚阶段 卖惨的资路 我都这么惨 砸锅卖铁了 上面真的忍心不救吗 也是顺便给底下的公众看一看 表示我们已经在努力化解债务了 但是的确家底有限 能力有限 不能怪领导不孝心呀 然后我们再看啊 从这个意思上来说 砸锅卖铁更像是破釜沉舟的含义 都是为了表决心 即便是砸锅卖铁的地方政府 砸了锅之后 还是会躺平等待救援的 不可能真正的去冲锋陷阵 第三 砸锅卖铁听起来有点文化 虽然不多 但架不住领导喜欢 我经常会见到政府文件里头 有一些类似砸锅卖铁这样 看起来有点文化 但实际含义比较模糊的词汇 他们特别适合用来安排那些 虽然很重要 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好办法的事情 可以换个花样词汇装点一下 显得比较忙 也显得有水平 那么这篇文章呢 就是得到了很多点赞啊 我觉得他这个文章呢 讲的也比较透彻 那么这个就像我们最初说的啊 这次你砸锅卖铁 砸的是谁的锅 那你最终还是砸了老百姓的锅嘛 因为你所有的国有资产 都是来自于老百姓嘛 他政府不是农商 他哪来的资产呢 那么他虽然没有像大链钢铁的时候 到你家去收那个铁锅 但是他们这种行为 无形中也是伤害了老百姓的利益嘛 搞了那么多地方债务 最后爆来以后 那炸的还不是普通老百姓 对不对 但是就像这篇文章里头说的一样 政府有这个积极性嘛 首先是对上对下呢 他表了一种态度 然后把锅砸了卖掉的过程中 他们还能得到确实的好处 那么有关中共政府要砸锅卖铁这个事呢 就跟大家这样聊一下 如果您有什么更好的见解呢 可以留言分享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